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宣布推出一种全新的认证模式 也就是说推特现在将区分为官方账户和花钱购买的蓝色标记账户 方法是将官方账户用灰色勾勾标记额外识别出来 至于这些灰色勾勾账户主要将广泛用于政府账号、商业公司账号、主流媒体官方账号以及各界名人 影响所及不只将会取代过去的蓝勾勾标记 且不同于早前任何人每个月必须花费8美元才可以得到这个复选标记 这款全新推出的灰色勾勾就算想花钱也买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BotSentino的报告 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累计有超过130万用户离开 不过来自Apptopia的数据却显示 光是11月6号当天推特便涌入超过55万次的下载新高 且当天的日活跃用户甚至超过2.4亿人 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